以赛亚书第27章 到那日 耶和华必用他更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 就是那块形的蛇 刑罚鳄鱼就是那蛆形的蛇 并杀海中的大鱼 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 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 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 我必时刻浇灌 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 我心中不存愤怒 唯愿荆棘吉林与我交战 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焚烧 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 使他与我和好 愿他与我和好 将来雅各要扎根 以色列要发芽开花 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 主击打他们 喜向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 他们被杀戮 喜向被他们所杀戮的吗 你打发他们去 是相机已与他们相争 刮东风的日子 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 所以 雅各的罪孽得赦免 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 全在乎此 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 变为打碎的灰石 以致木偶和日相 不再力气 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 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 像旷野一样 牛犊必在那里吃草 在那里躺卧 并吃尽其中的树枝 枝条枯干必被折断 妇女要来点火烧着 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 所以创造他们的 必不连续他们 造成他们的 也不施恩于他们 以色列人啊 到那日 耶和华必从大河 直到埃及小河 将你们一一地收集 如同人打树石果一样 当那日 必大发叫声 在亚树地将要灭亡的 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 都要来 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 敬拜耶和华 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 祸在 以法林的九徒 住在肥美谷的山上 他们心里高傲 以所夸的为冠冕 犹如江残之花 看哪 诸有一大能大力者 像一阵冰雹 像毁灭的暴风 像掌溢的大水 他必用手将冠冕 摔落于地 以法林高傲的九徒 他的冠冕 必被踏在脚下 那荣美江残之花 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 必像下令 以前出售的无花果 看见这果的就注意 一到手中就吞吃了 到那日 万君之耶和华 必作他余圣之民的 荣官华免 也做了在位上 行审判着公平之灵 并城门口 打退仇敌者的力量 就是这地的人 也因酒摇摇晃晃 因浓酒东倒西外 祭司和先知 因浓酒摇摇晃晃 被酒所困 因浓酒东倒西外 他们错解末世 谬行审判 因为各袭上 满了呕吐的污秽 无一处干净 机窍先知地说 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 要是谁明白传言的 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 他竟命上加命 令上加令 律上加律 利上加利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先知说 不然 主要借一帮人的嘴唇 和外帮人的舌头 对这百姓说话 他曾对他们说 你们要使疲乏人的安息 这样才得安息 才得舒畅 他们却不肯听 所以 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 是命上加命 令上加令 律上加律 利上加利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以致他们前行 仰面跌倒 而且跌碎 并陷入网罗 被缠住 所以 你们这些泄曼的人 就是狭管 住在耶路撒冷 这百姓的 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们曾说 我们与死亡立约 与阴间结盟 敌军如水掌漫 经过的时候 必不临到我们 因我们以谎言为 闭锁 在虚假以下藏身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 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 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根基 宝贵的仿角石 信靠的人 必不着急 我必以公平为准绳 以公义为线坨 冰雹 必冲去 谎言的闭锁 大水 必漫过 藏身之处 你们与死亡 所立的约 必然废掉 与阴间 所结的盟 必立不住 敌军如水掌漫 经过的时候 你们必被他践踏 每逢经过 必将你们掳去 因为每早晨 他必经过 白昼黑夜 都必如此 明白传言的 必受惊恐 原来床踏短 使人不能疏身 被窝窄 使人不能遮体 耶和华必兴起 像在皮拉新山 他必发怒 像在鸡变谷 好做成他的功 就是非常的功 成就他的事 就是奇异的事 现在你们不可 恐怕 捆你们的绑锁 更结实了 因为 我从主 万军之耶和华 那里听见 已经决定在全地上 实行灭绝的事 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 留心听我的言语 那耕地 我要撒种的 岂是长长耕地呢 岂是长长开垦爬地呢 它拉平的地面 岂不就撒种小茴香 不种大茴香 岸行列种小麦 在定处种大麦 在田边种粗麦呢 因为 他的神教导他 务农相依 并且指教他 原来 打小茴香 不用尖利的器具 压大茴香 也不用入毒 但用杖打小茴香 用棍打大茴香 做饼的粮食 是用磨磨碎 因他不必常打 虽用鹿毒和马打散 却不磨他 这也是出于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谋略奇妙 他的智慧广大 马太福音 第十三章 当那一天 耶稣从房子里出来 坐在海边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只得上船坐下 众人都站在岸上 他用比喻 对他们讲许多道理 有一个洒种的出去洒种 洒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土迹不深 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 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长起来 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 就结石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门徒进前来 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呢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 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 正印了以赛亚的预言 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 游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但你们的眼睛 是有福的 因为看见了 你们的耳朵 也是有福的 因为听见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 要看你们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所以 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 那恶者就来 把所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 这就是洒在路旁的了 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即使为道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把道挤住了 不能结实 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道 明白了 后来结实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耶稣又设个比喻 对他们说 天国 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即使人睡觉的时候 有仇敌来 将败子撒在麦子里 就走了 到掌苗土碎的时候 败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 主啊 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 从哪里来的败子呢 主人说 这是仇敌做的 仆人说 你要我们去 薅出来吗 主人说 不必 恐怕薅败子 连麦子也拔出来 容这两样一起长 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败子薅出来 捆成捆 留着烧 唯有麦子 要收在仓里 他又设个比喻 对他们说 天国 好像一粒芥菜种 有人拿去 种在田里 这原是白种里 最小的 等到长起来 却比各样的菜都大 且成了树 天上的飞鸟 来塑在它的枝上 天国 好生面笑 有妇人拿来 藏在三斗面里 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这都是耶稣 用比喻 对众人说的话 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这是要应验 先知的话 我要开口用比喻 把创世以来 所隐藏的事 发明出来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 进了房子 他的门徒进前来 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 讲给我们听 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 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撒败子的仇敌 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 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将败子薅出来 用火焚烧 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子要差遣使者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 和作恶的 从他国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 必要哀哭怯耻了 那时 一人在他们赴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天国 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 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 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天国 又好像买卖人 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 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它 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颗珠子 天国 又好像网 洒在海里 聚拢各样水族 网进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 捡好的 收在器具里 将不好的 丢弃了 世界的末了 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 从一人中 把恶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 必要哀哭怯耻了 这一切的话 你们都明白了吗 我们明白了 凡文士受教 做天国的门徒 就像一个家主 从他库里 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耶稣说完了 这些比喻 就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甚至他们都稀奇 这人从哪里 有这种智慧和异能呢 这不是梦将的儿子吗 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 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 约西西门犹大吗 他妹妹们 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 这人从哪里 有这一切的事呢 他们就咽起他 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 就在那里 不多行义能了 诗篇 第104篇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耶和华 我的神啊 你为智大 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披上亮光 如披外袍 铺张穷仓 如铺帽子 在水中 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 用云彩为车年 借着风的翅膀而行 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将地立在根基上 使地永不动摇 你用深水遮盖地面 犹如衣裳 珠水高过山林 你的斥责一发 水便奔逃 你的雷声一发 水便奔流 珠山声上 珠谷沉下 归你为他 所安定之地 你定了界限 使水不能过去 不再转回遮盖地面 耶和华 使泉源涌在山谷 留在山间 使野地的走兽 有水喝 野驴得解其可 天上的飞鸟 在水旁住宿 在树枝上啼叫 它从楼阁中 浇灌山林 因它作为的功效 地就丰足 它使草生长 给六畜吃 使菜书发展 供给人用 使人从地里 能得食物 又得酒 能悦人心 得油 能润人面 得粮 能养人心 家美的树木 就是栗巴嫩的香薄树 是耶和华所栽种的 都满了枝浆 雀鸟 雀鸟在旗上搭窝 至于鹤 松树是它的房屋 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 岩石为沙帆的藏处 你安置月亮 未定节令 日头自知沉落 你造黑暗为夜 林中的百兽 就都爬出来 少壮狮子吼叫 要抓食 向神寻求食物 日头一出 兽便躲避 窝在洞里 人出去做工 劳碌直到晚上 耶和华 你所造的何极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那里有海 又大又广 其中有无数的动物 大小活物都有 那里有船行走 有你所造的鳄鱼 游泳在其中 这都仰望你 按时给他食物 你给他们 他们便食钱 你张手 他们保得美食 你眼面 他们便金黄 你收回他们的气 他们就死亡 归于尘土 你发出你的灵 他们便受灾 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愿耶和华的荣耀 愿罪 愿罪人从世上消灭 愿恶人归于无有 我的心啊 要称额 要称额 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 耶和华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